有的选别说第一集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就认为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留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已经冲回到了一个50,800美金附近了 经过了一天的一个震荡之后 继续的向上冲了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也说过 牛市没有结束了 这几天我们都是在不断进行抄底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冲上了这个5万美金 也是不错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你有去观看前几天的一个视频 从这个位置开始观看 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提前飞机调整中 那么然后飞机降落 就是那天下跌的时候 我提前去发了一个视频 大家去看到的话 相信就躲过这一节 底部行长 那么确实是底部行长 经过这几天的一个测算 确实是底部已经行长 那么抄底 那么这个位置 这位置抄底成功 那么反复的提醒大家三次 没有牛市没有结束 那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 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50,800美金附近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都是在刚才这几个小时之后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恐慌 那么前天我们也是画出来 在这个位置之后有一个 有一个二次回踩 然后继续反弹 那么现在的话 它正在测试这样一个位置 测试这个52,000美金的一个阻力 如果测试成功的话 我们将一路的去披荆斩 继续的向上充施 相信这个很快就有答案了 那么现在这个四小时级别的话 它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金叉 金叉的异序的这个底部 逐渐是形成了 我们要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进场 那么昨天的这个以太榜 也是有一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上攻机会 对不对 它确实是在这个位置回调之后 继续来一波10%的涨幅 目前的话是在一个4,350美金的位置 如果之前在这个位置抄 在下方抄到底 在3,750美金附近抄到底的话 可以继续持有 那么主流币很快将会 来一波非常巨大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恐惧 据贪婪指数的话 今天是在一个16 属于一个极度恐慌的一个状态 极度恐慌的话 那么它现在的话反应的话是昨天的 今天的一个是反应昨天的一个恐慌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滞后性 但是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机会 买入的机会 极度恐慌表示有一个买入机会 大家永远要记住 在这个比特币交易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一定要去默念 买在无缘问津 卖在人生顶废 每天默念这句话 那么相信你很快就会 得到一个赚钱的一个逻辑 因为的话市场上80%的人都是亏钱 20%的人甚至10%的人才是赚钱的 所以说你不要去跟随讲个大流 别人都说都说熊市了 那么现在肯定是牛市还在的 而且的话我最近是看到一些数据 在后台去看到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投资工具 的一个位置这个信号线这里 然后要快速的进行一波的一个 回踩之后 回踩一波去 几乎腰斩了 这个位置会回踩几乎腰斩之后 然后就反弹了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 他来这个位置几乎来了一个腰斩 然后继续在位置震荡向上啊 那么有点像2017年的 所以说 啊还有很多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余额 还是交易所还是那么少 还那么还是那么多啊 还是那么多 所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 这一波的一个啊回调的话 主要是这个短期 一些操作短线一些啊 短期的一个交易者就是他没有去短线去持有的一些交易者去来回去抛售 造成的一个极度恐慌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在过程当中的话啊 肯定是有很多散户是跟随着一起去抛啊 但是的话 我注意到了很多的一个地址 就是比特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地址 持有100枚比特币以上的人的话啊 在这个月的一个水平时候达到最高的啊 而且的话 这个币人就是不断的去流入一些大户的手里面啊 也就是流入金流的钱包啊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啊 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到啊 那么这个后台的话 他需要这个啊 需要1万美金才能买一年啊 所以说啊 大家不要去买这个东西了啊 去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 1万美金并不是适应每个人能够消费的起的啊 这个后台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反正现在的话整体的行情的话啊 主流币会有一波啊 非常不错的一个胜功的一个行情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的话以太坊的话 他正在逐渐的去啊 再回到我们的低点以后啊 回到我们的低点以后 他快速进行反抽啊 反抽 也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行情 对不对 之前我们一直是这样去啊 军行我们这个三浪的原则啊 他一路的是就触碰到这个低点之后啊 他在一个3600多美金位置 然后就一路反弹了 目前的话回到一个40300多美金的位置啊 那么啊 能眼睛看那种大体的一个大的趋势 不看到短线交易的机会啊 短线交易机会的话 你们在一个大趋势当中的话 去挑选那个交易机会啊 我这里话就讲这个宏观的啊 宏观的一个行情 可以去帮助你控制这个方向的一个行情啊 而不是啊去多说就短线波段交易啊 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 因为的话 90%人去操作这个波段操作的话啊 都是啊去亏损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啊 很少人能够啊 盈利啊啊 比如说有一些天才就可以啊 但是你是不是那个天才啊 你要问自己是不是那个天才 对不对啊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那个天才的话 你可以去操作啊 因为的话比特币的行情比比股市的还要难操作 因为它的行情啊 有消息面它的影响就非常巨大啊 它不像股市一样 它来回就是可能它就技术指标 它就非常准了 但是来到这个币圈里面的话啊 我觉得啊 它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的啊 经过这几年的一个研究啊 那么目前的话 这个四小级别的话 它确实是在下方就形成了一个金差啊 四小的级别形成金差 那么意思的接着来会有不错的漲博 啊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说什么是主流币 什么是主流币啊 你去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主流币 这个啊 以太经典啊 以太经典是一个主流币啊 之前是不断 不断去出货啊 是造成恐慌 但是现在的话四小时级别已经形成一个金差去触地反弹啊 那目前的话啊 未来可以会看到这个41美金到一个40 上方的一个阻力是 200亿均线这个50美金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突破这个50美金的话啊 啊它会上涨到200美金啊 上涨到200美金 它有几倍的一个涨幅 如果啊这个主流币的牛市启动的话啊 它有几倍的涨幅 因为很多币种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不错的一个涨幅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啊 莱特币啊 莱特币目前的话它已经出到底部了啊 啊 一个底部已经形成了啊 那么已经接近之前的一个啊 五月份的一个低点啊 接近五月份2021年的一个五月份的一个低点了 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接下来它的一个胜功的一个行情啊 它确实是有的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波啊 反正你看之前在这个位置它又去 这一根啊 看到没有 这根它在这位置买进的时候就非常多啊 它这个巨量啊 在这个位置巨量去买了一根 马上拉到200多美金啊 所以说 它接下来的话啊 继续去买进啊 它继续去补货啊 庄家是没有走的啊 这种币啊 是很多都是 包括现在的有很多主流币都是啊 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便宜的一些筹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捡啊 那么这个的话啊 昨天它是下跌了 不错的一个行情 下跌到1.2 一点多 1.3附近了 爱达币也是不错啊 有很多的一个币 反正都是主流币 都是2017年完善了 我们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一个瑞波 瑞波现在的话啊 它 来到下方的位置 接近一个地板价了 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啊 这些币种真是不错的 我现在选一些啊 当然还有很多 10倍以上的啊 也有很多10倍以上的啊 大家去寻找啊 都是在主流币当中啊 啊 节目的最后的话 祝大家交易好运啊 那么目前比例价格又充到五万一了啊 不错啊 我们拭目以待啊 接下来的一个主流币的一个牛市启动啊 可能就在过多十多天嘛 它正式的每天涨幅有个百分十百分之二十 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没有拿得住 拿不拿得住啊 主要是看啊 你这个人啊 能不能拿住啊 赚不赚钱啊 主要是看你这个人啊 有没有这个耐心啊 好我们今天内容先说到这里 哇